实际上我们经常说一个人要有功德 那么什么叫功德 那么功德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愿意在人间 用自己的慈悲的感召力来帮助别人 来让自己的心能够接受菩萨的慈悲 然后用这种慈悲心再去让更多的众生有感召应感召力 实际上就是说用一种我们今世做的善事 用菩萨的心来做就会得到很多的功德 所以一个人学佛首先要让别人感动 如果一个人不能让别人感动 那你就没有感召力 做人首先要懂得为别人想 为别人做 如果一个人经常不懂得怎么样来让自己处以一种 和佛经常在一起 用佛的智慧和佛的慈悲在人间生活 那么你就会出于一种不开悟的状态 所以常跟菩萨接触 那么就经常听听佛的教育 念经 学佛 你就会离佛越来越近 如果你如果你整天的在糊涂的一种人为 着了迷 天天为了人间的物欲而迷惑 那你很快的就成为众生了 所以要相信自己是佛 而众生是水 鱼离不开水 所以要为众生受苦 你就会得到众生缘 要为别人付出 你就会成为菩萨 所以一个人学佛 首先就要能够让自己为众生来承担很多的业力 就像很多母亲 当我们出生之后 母亲就在为我们承担很多的业力 所以用现代话讲 就相当于一个劳动模范 他如果不帮助别人 他工作不努力 他不能成为劳动模范 道理都是一样 首先要认识自己 要知道自己 是为谁而到人间来的 我们人要懂得 我们因为要学佛 所以我们就必须知道 佛到人间 为什么 所以现在在人间 这么多的佛子 在人间吃苦 菩萨一定会下来救人的 所以一个人常去救人 你救到哪里 慈悲就到哪里 这实际上就是你的慈悲心 这就是你付出的慈和爱 所以我们每一天想成佛 每一天想见到佛 天天想见到观世音菩萨 实际上你只要心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就能天天见到你的本性 你的本性就是佛 所以希望大家 要成佛 就必须要好好的救众生 要成佛 就要放下自己的私欲 要成佛 就要放开人间太多的迷惑 颠倒 所以 众生在人间着迷 实际上就是让佛菩萨离开了你 不管你是众生 或者你是菩萨 你只要一着迷 你就会变成众生 实际上佛就会离开你 我们说 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人是好人 说明这个人有良心 良心没有离开你 如果这个人是恶人 说明良心已经离开你 所以你可以做任何恶的事情 但是恶有恶报 因为你已经恶魔上升了 并不代表你这个人本性没有 只是代表你佛性没有 所以佛离开了你 你才会成为恶魔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清醒的认识到 我们做人 不能一直做不成 为什么 人成即佛成 做人要做得像人 你才能学菩萨 你有人的本性 不害人 不和别人作恶 你自信开悟 你才会慢慢的有所觉悟 所以自信若迷 佛就是众生 自信若悟 众生 就是佛呀 听众朋友们 我们 众人 在人间 每天想改变自己 我们每天 实际上都在慢慢的变化着自己的性格 我们小时候 是孩子气 等到我们青年的时候 我们是变成青年人的习气 等到我们慢慢变成老年了 我们还是老年人的习气 所以我们心一直在变 是因为外界 外城 外环境在变化 所以你性格才会变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 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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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生出万种法 所以 本性好了 万种法 都好了 本性差了 万种法都差了 所以 本性如果是正的 你散发出所有的事情 都是善良的 如果你的本性变成恶了 你 做出来的事情 都是恶事 恶人 台长很喜欢给大家打比方 比方说 你今天做馒头 我们给你们的面粉 这个面粉是坏的 你馒头做得再好 到了最后这个馒头吃下去 嘴巴里都感觉 瘦瘦的 酸酸的 是坏的 你再怎么不会做馒头 面粉是好的 你做出来的馒头 哪怕形状很难看 但是吃下去 照样是香喷喷的 这就说到一个人的本性 一个本性好的人 生出的万种法都是善的 如果你的本性不好 生出万种法都是恶的 所以佛经上讲 心生 种种法生 心灭 种种法灭 所以 心生出 种种的 好的 那就是生出善法 生出恶的 就是恶法 如果你的心灭掉了 也就是说 你不想去做 不想去学 那你种种法也就灭了 实际上 说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人 不管做什么事情 全部都是由你心来控制的 同样一件事情 你认为善良 它就变成善良 你认为邪恶 你很快就会让邪恶 占据你的心灵